不然还是帮你把衣服换了吧 你这样和我独处一事 终究还是不太妥当 那我或者阿琪谁帮你换 那我帮你换了 给你换了 原来你是想让我闭上眼睛 好 李克思 放此 看来你恢复了 得罪了 我 上一次见你的时候 感觉你像一只 微风凛凛的 的老虎 没想到 今日就变成了一只 张牙舞爪的小花猫 今日之事 你不许透露出去 否则 否则 难不成你还能要了我的命 你 好 我答应你 一会儿我还要警告阿琪 她若泄露半个字 你便会要了她的命 你今日假扮侍女 接近李公公 是不是为了探听什么消息 那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你知道李公公 贩卖奇缘石的是吗 什么 还有这种石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你知晓此事 并且参与其中 所以你今日出现在这儿 我来 只是为了看今夜的河灯 我并不知道李公公也在这儿 喝杯茶吧